轿车红灯煞停 但左边公车直接呼啸而过 驾驶下到爆速后 下雨天公车标速违规 闯红灯气得把影片抛广 说公车当下几乎没有减速 如果没有往右撇过去就被撞上了 离车身只有几公分而已 非常夸张 我从后照镜看见他 完全没有要减速 直直的往前方全速前进 生死一瞬间发生在7号晚上7点多 中山路二段往彰化石方向 公车强快闯红灯差点酿成悲剧 我告诉司机差一点就撞上我的车了 这时司机也向我承认说就是他 闯红灯的是彰化客运编号816公车 驾驶第一时间就到彰化客运总站 要找主管投诉 但主管全部不在 要上班时间才能调监视器厘清 同批业者草菅人命 可能是下雨天视线比较 比较那个依照影片的话 方便的话我们会去打过 客运业者将会对司机坐处惩处 警方也会开单局发3600元以上罚还 希望司机有个警惕 不要害人害警 记者 陈生王俊杰李云杰 章话不道 我是李亦杰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